事實上呢 那麼看到昨天 昨天搜索行動 一直到凌晨的時候的交保行為 那麼其中有幾個端倪 我們要特別注意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按照台灣民眾黨的說法 從頭到尾 錯到底的 不應該錯 犯了低級錯誤的 是端木正 所以呢 應該唯一的 仔細看看 昨天被列為被告 除了端木正之外 還有木可公司的這個負責人 叫李文娟 李文娟就是他哥哥李文中 也就是真正的 柯文哲的這個同學 跟真正的財務長 真正負責 他說李文娟他妹妹 只是負責協助他 你把他只是人頭 你把他當作人頭 這樣看待就對了 可是那麼照理來講 要抓要抓的人 那麼要辦的人 如果只是自己貪一食 這個便宜行事 所以把他弄成 做假葬的這個端木正的話 請問為什麼木可公司的負責人 也是被告 然後呢 你可以發現 那本來端木正是200萬交保了 因為他湊不出來 所以後來給他100萬交保 這在過去的司法事務上 是發生過的 還甚至於發生過 那他連這個區區幾十萬都 交保金都拿不出來的話 乾脆給他無保刺回 也可能發生過 不要以為說 好像因為有人質疑說 那會不會就是 這個檢察官 這個對這個端木正比較好 也倒也不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不給他這個 降保的話 他湊不出來 你就不給他降保 只有一個辦法 你就得申請收押 申請深壓的話呢 問題就如果又深壓的 這個構成要件 湮滅證據跟逃亡之餘 沒有的話 那你自己滿鼻子灰 檢察官會滿鼻子灰 那但是問題來了 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 各位有沒有看到 科技監控 什麼叫做科技監控 通常我們以前都 停留在以前 就是有關於這個所謂的性侵害的這個嫌疑犯 才會有電子繳僚 對 因為他跑了跑掉 所以用電子繳僚 你一離開我馬上就知道 用電子監控馬上就知道 這兩個人也要電子監控 這兩個電子監控 我聽這個黃定寅律師講了 當然也跟這個端木正的前老闆有關係 就朱國榮 朱國榮落跑了 台灣第一個大圈仔變大富豪的 在澳門的這個喜捷 南通運燒車 然後殺了這個運燒員 逃到台灣來了以後 搖身一變又變成大富豪的 然後搖身一變 竟然在即將判刑確定要發簽執行前 竟然搭著豪華大遊艇就偷渡出去了 不是桌湯 桌湯是坐漁船 他是大豪華大遊艇出去就朱國榮 所以後來那麼很多 我怕你逃亡 我就給你弄這個電子腳樑 所以也怕這兩個會逃就對了 但是問題是這件案子裡面我覺得 好像如果只是單純的 各位 如果只是把九筆帳 然後漏寫十七筆 然後九筆帳登陸 登陸在關在人家三四家公司 有必要這麼大陣仗嗎 好像沒有必要大陣仗嗎 還有端木證的會計事務所 按照民眾黨所講的 端木證的會計事務所 才是首當其衝的壞蛋中的壞蛋對不對 他不是應該負最大的責任嗎 他的助理 他的助理 五寶 你看一邊端木證的助理是五寶請回 但是木可的助理要五十萬交保 請問一下 他的助理是不是協助端木證對不對 對 那怎麼會五寶請回呢 然後 木可公司的五十萬交保 顯然在檢察官的這個相關立場上 他會認為 你們兩個的犯行相當之外呢 他還認為木可公司是一個非常重視 非常重視的犯行很重大的一個公司嘛 那我就不懂啦 木可公司如果按照這個民眾黨的說法 他們不是不是這個等於說 獨立的民間私人公司嗎 但是很奇怪的是 又可以在民間私人公司 又可以在這個民眾黨的記者會上面 有民眾黨的人給他宣布說 這家公司要結束營業要清算的 然後營餘所有的錢 要捐給社會大眾公益團體了 顯然包括檢察官在內 也認為木可公司跟民眾黨的官司千絲萬縷 單單他的名字木可就是柯 他的負責人是上李文娟 但是真正操控的人叫李文中 而李文中是真正民眾黨能夠管錢的人 就是柯文哲的帳房啦 這現在看起來木可的事情比較大條就對了 對 端木正如果只是單純作戰 我光拍招惡是文書而已啦 偽造文書啦 也不是說奪眾的罪啦 當然問題啦 那有人問問說 端木正為什麼都不出來開記者會說清楚 我跟你講 根據規定 端木正還真的跟醫生一樣 不可以出來公開講裡面的內容 否則他馬上被吊照 所以呢 事實上端木正在這個 他的新聞稿裡面想說 他到監察院到地檢署都會說 但是他就不會出來跟大家說 所以你不要小看單單一個交保 單單一個交保金額 誰交保誰那個智慧 誰用電子腳樓 裡面就有這個美角的這個地方 所以你問我說 柯文哲是不是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沒他的事了 那其實我個人是這樣認為啦 這件事對柯文哲傷到的 柯文哲傷到的 是他的清廉度跟在金錢的部分 和小草的信任 傷到他的這個人 自己本身的聲望 但是真正讓柯文哲 半夜睡不著覺的 應該是金華城案 當然今天柯文哲講一大堆 不好意思啦 被告有說謊的權利 他現在已經很多案的被告了 所以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所以大家說呢 對耶 今天柯文哲講一大堆 我們請教小玉姐 昨天的柯文哲 一句話都不說耶 然後就快閃上車了耶 前天的柯文哲也是一樣 今天早上呢 突然開金口了 漏漏灯又講了一大堆 好 柯文哲今天說什麼呢 因為有記者問他說 你會不會很擔心被約談呢 柯文哲說談很正常啊 沒什麼啊 如果是中華民國 政府效率都這麼高的話 是很樂見 哎呦 態度跟昨天 是完全不一樣囉 套一句柯文哲的話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 趕快問啊 要趕快問是不是 他就要問記者 然後說你沒有問題什麼 趕快問 確實跟昨天態度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就很樂於回答耶 對對對 還要叫他快點問啊 那當然為什麼他那麼開心 因為你看喔 現在在這個事情發生 這個政治風暴 政治現金風暴發生之後呢 他現在政治上的這個責任 有誰在扛 有黃珊珊幫他扛 司法上 看起來剛剛這個瑞德哥有講嘛 這個李文宗 李文宗就竟然是六個人當中 跟戴力林一樣都是沒事的 就訊後請回嘛 所以你看政治上黃珊珊在幫他扛 黃珊珊昨天請辭的中央委員 這待會我們還會再講啦 就是是不是請辭的中央委員就可以直寫 可是你看喔 黃珊珊 你看他這幾天的這個政治上的氛圍啦 你看什麼陳婉會出來哭啦 黃國昌也哽咽啦 謝立功啦 蔡僻如啦 都開始批 有人批到阿伯嗎 沒有啊 全部人 都在幫黃珊珊啊 就算世人不明 世人不明應該是他自己吧 世人不明 都是黃珊珊的世人不明 也是李文宗 陳正然說是李文宗嘛 所以要不是黃珊珊的事就是李文宗的事 要不然就是端木正的事 都沒有柯文哲的事耶 那你去看所有的這個 小草的粉專什麼的啊 甚至我今天然後有訪問黃靖穎 他說地方上打來的電話 都是立挺阿伯 阿伯不能亡 阿伯很 我們要看阿伯 阿伯很死忠耶 所以啊 你看包括這個小草挺阿伯 然後政治上的氛圍 大家都一直在罵黃珊珊 黃珊珊你不要臉啊 怎麼還不辭啊 民眾黨不痛不癢啦 應該要辭不分去立委啦 所以大家罵的都是這些人 然後管財務的李文宗 陳志涵罵李文宗 50年的交情啦 你把你的阿伯 把同學啦 把黨整個害死了 都是在罵他耶 現在完全沒有人在親上阿伯 所以阿伯覺得他自己safe了是不是 政治上 政治上阿伯safe 法律上 法律上 李文宗沒事 所以我這個事情真交壞 我一直在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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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告訴我們只要有事呢 你就可以很大聲的出來講 我很負責任的在那邊跟大家講 我完全不知情 我完全不知情 對 李文宗做了一個最好 最壞 最好的 最壞的事 我覺得很棒很會講話的 所以阿伯就說 喔原來你只要講說 我很老實講 我不知情 原來李文宗這樣 沒事喔 就沒事耶 全身而退耶 其他人 要不然就是一百萬一百五十萬 那只有李文宗都沒事 大家覺得驚呆了 所以柯文哲有樣學樣啊 未來如果他真的被司法 要被訓問的話 他也可以選李文宗獎啊 李文宗連財務長 都可以不知情 然後還可以全身而退 那阿伯是不是也講說 我也可以很負責任 講說我不知情 所以他當然今天 哇看起來心情愉悅啊 什麼你們都問 有問必答耶 趕快問趕快問 連黃珊珊辭掉什麼 中場官他也覺得說 喔好好好 我也支持他 連陳佩琪都幫他想好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哇這幾天阿伯 可能一直在想 到底要怎麼樣 從政治上多生 從司法上多生 所以他告訴我們 就是說這件事情 哇原來是可以 這樣子的來解決 可是我必須講 我也贊同剛剛瑞德哥講的話 也許司法上 因為現在看起來 是從偽造文書方向 偽造文書是五年以下啦 那事實上 這個偽造文書五年以下的話 那當然啊 他自己可能還有 精華層的這個部分 精華層土力可能會 就會更重的部分 可是以現在整個政治 現今風暴所衍生出來 不管是政治上 或司法上的話 目前看到火啊 先燒到他旁邊的左右手 一個是燒李文中 李文中沒事 然後一個是先燒黃珊珊 先幫他擋住的狀況之下 會不會再向上延燒 我覺得以現在目前小草 還是力挺阿伯的氛圍的話 阿伯現在還沒有亡啊 好所以看起來 阿伯今天的態度 是蠻開心的 但重點是那法律上 阿伯真的沒事了嗎 我們請教一下律師 因為今天有個最新消息是 監裁院政黨政治獻金 報告出爐了 結果民進黨呢 還缺了2587萬 民眾黨黨務支出 選務支出是零元 好零元的結果 不曉得錢到哪裡去了 但是你看喔 以昨天這個 該交保的交保 不該交保的沒交保之外呢 現在偵辦的方向 是不是傾向好像 不是單純的燈仔布什 而是木可跟禁辦有問題 好啦那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李文中沒事呢 還是因為李文中 可能沒有掛名木可的任何職務 所以他沒事 暫時沒事嗎 暫時沒事 是因為昨天 減掉兵分七路去搜索 查扣了帳策 不可能一個晚上 就全部消化完畢 比對完畢 所以應該還會有第二波的約談 就是說我要比對完帳策之後 才做下一步約談 但是昨天有一個 到金正清晨的這個交保的情況 李文鈞這一個 一百五十萬交保 然後限制出境 然後還佩戴這個電子監控 代表一件事情 阿伯被打臉 阿伯在記者會上不斷的推說 都是會計師的錯 全部都是會計師 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檢察官檢調查完之後發現 其實是你身邊的人的有問題嗎 所以不是全部都會計師 會計師雖然也是交保 但是你身邊的李文鈞 現在很多資料 很多媒體都在講說 這個李文鈞其實實際上 才是有這個財塊的負責的人 那如果他是阿伯身邊的親信 在負責財塊的人 他被認定涉嫌重大一百五十萬元交保 一百五十萬元交保在刑事訴訟法的意義 就是說檢察官前提是你涉嫌重大 後面才有一個比較高額的保金 為什麼說相對是高額 是因為這個案子是衛造文書罪 衛造文書罪的刑度就是五年以下 它不是一個重罪 這個案子也目前現階段看不出 他有這些人 涉案的人有些不法所得 所以他用比較百萬元以上的 大概都是相對較高的保釋金 那用這個李文鈞的交保 以及木可公司還有一個這個 核性的這一個 對 這個會計人員的交保 代表這件事情是 不是全部都是會計師的錯 不像阿伯所講 他其實火是燒向他自己身邊的情信 如果說這個木可公司的這個會計人員 他實際上是執行的 他的保釋金相對較低 但是這個李文娟他可能同時 擔負木可公司的董事長之外 如果他還有插手帳戶在這個 不管是民眾黨或者是 柯文哲的競選經費上面 他的涉案情結其實相對較重 所以阿伯其實全部要推給 會計師的講法其實並不成立 因為是你身邊的人也有問題 那我要這樣子說 目前現階段被扣走的這些資料 應該說這個代姓 有一個這個 時樂的這個公司的這個代姓的 最快被證人身份請回 為什麼 是因為前面他們公司 這個尼奧跟時樂他們發了一個聲明 他們講說我們沒有收到這916萬 所以檢察官其實主要是叫他來當證人 是我讓你鞏固你的證詞 所以戴力林現在還是依然是證人 然後最後五包請回 對 因為他是最早出來的 他昨天是最早出來 為什麼 因為只是要鞏固你的證詞 說你到底有沒有收到錢 如果柯進辦的競選經費裡面 有916萬的支出 而你確定你公司沒收到 尼奧跟時樂昨天也被同步搜索 包括這個代姓負責人的家裡也被搜索 搜索完之後相關的帳策都會回到 台北地檢署 他們比對完之後 如果這個代姓負責人所講的話 為真 沒有說謊 這三筆活動的時間點 他們真的沒有辦活動 他們也沒收到這916萬 那這裡這個代姓負責人就過關了 過關完之後他鞏固完證詞 代表一件事情 柯文哲競選經費裡面 916萬 流向不明 流向不明有沒有可能衍生成新的案子 包括詐欺 背信跟庭展 為什麼 因為錢跑去哪裡了 有一筆錢支出916萬 而這個對象廠商 這個代姓負責人到法庭去 偵察庭檢察官面前 拒絕做證事 我要擔負七年 最重要七年有期徒刑的未證罪 如果說謊 我跟你講我真的沒收到 沒收到 對比完他家的帳策 這個公司的帳策 發現他真的沒有的話 那代表柯文哲的916萬 競選經費跑到哪裡去 那這個錢會不會衍生出 後面有另外的 詐欺是什麼意思 我今天騙了你這筆錢 然後我跟你說辦這個活動 侵占就是我如果今天是 這個負責這個帳戶的所有人 我把它放到口袋 變成侵占 所以他會有另外的刑事案件 在查扣完搜索完之後 這個案子還正在發展 其實重中之重是 後面他會不會有相關的金流 因為現在被查扣的這個募可公司 阿伯他不是只有這個案子 在台北地檢署還有另外一個案子 最近的進化程 會不會進化程的圖利罪案 是我沒有收受對價性 如果有廠商相關的廠商 在這一些帳目裡面 這些帳目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政治獻金都是外帳 內帳還沒看到 內帳社會並不知道 募可公司有什麼內帳 一併被查扣了 如果內帳的情況裡面 有相關找到廠商的對價性的話 案情就會升高 他就不是只是一個 衛造文書的案子 所以這個案子其實 才剛開始 後面的衍生有沒有案外案 以及這個圖利罪的這個金華城案 怎麼做發展 其實值得觀察 好 所以郭瑞士怎麼說呢 郭瑞士看到最近整體事件說 火燒連環傳只是剛開始 好 請教黃哥 因為這幾天我們看到了單據 第一個是發現說 哎呦 民眾黨手上 其實還有單據沒有交出來 那天不是已經製教六大項的證據嗎 那後來發現 這幾個案子都是一樣 我前來跟進總請領之後 發票不實施登載是一個問題 那錢請領出來也確定 也登載到監察院 那錢跑去哪裡了呢 從進總出來的錢到底跑去哪裡呢 包括這個便當門事件 選前一個禮拜申報了96萬元的殘費 除了第一個 昨天陳志涵跟徐甫兩個人都不攏之外 到底96萬元是怎麼樣出來的 後來發現民眾黨的算數也真的是蠻離奇的 96加110所以就是96萬 好 我想說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現在民眾黨說是因為會計師 又是會計師的錯 沒有按好清除劍 所以我們才會送出去 送出去之後 錢呢 好 民眾黨這個黨真的很神奇 或者說柯文哲這個人真的很神奇 如果他們禮拜一 幫大家複習一下 他禮拜一記者會的說法 說他們核對了單筆金額41萬以上的 發現有15張漏報 兩張錯報 等於說總差額是1817萬對不對 好 也就是說從今年1月13號選舉結束到現在 這個禮拜一的話應該是8月12號 整整7個月的時間 你這個公司的賬戶現金少了快兩千萬 沒有人發現 我覺得民眾黨資產應該有兩千億吧 怎麼會拿出兩千萬沒有發現 我跟你講 我戶頭少兩千塊我都會發現 口袋跑去哪裡 我在裡面裝了兩千萬 大家不覺得很神奇嗎 這家公司很神奇耶 很神奇 他的現金 因為現金少了兩千萬 在他的帳戶裡面 竟然從財務長到會計到公讀生 沒有人發現 老闆我們公司少了兩千萬 然後現在就說會計誤去 會計誤去都是會計的錯 錢跑去哪裡都沒有人 我跟你講 我如果公司老闆 我早就把會計綁來公司 五花大綁綁來公司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延續我剛剛講 便當門事件 昨天第一時間 我真的建議民眾黨的發言人跟所有的人 你們講話真的不要太快 要經過大腦 因為我發現你們口供真的對不起 因為我現在四個發言人都講不一樣的說法 對 那我到底要聽誰的 也有大腦啊 好 第一時間 陳志涵在黃光潛節目說 不對 不是九十幾萬 是多key了一個零是九萬多 九萬多 素食便當吃九萬多也是蠻厲害的 好 但是後來最後改的說法呢 就是剛剛舉經跟我們描述的那個說法 好 繼這個卡提諾法學院 卡提諾這個商學院 現在卡提諾數學系也掛了 九百六十加一百一十 答案等於九十六萬零一百一十元 這明年大學聯考可能會考 直考可能會考這一題 對 九百... 都被死盪了我跟你說 九百六十加一百一十等於九十六萬一百一十元 拜託你們再推給快牧師 你知道現在問候已經變成說 你今天端木證了嗎 這講說數學很爛是不是 不是 你再推嘛 監察院的申報系統我個人是沒用過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用過啦 你再怎麼亂key也不會把九百兩筆 一百一跟九百六的兩筆 然後key成變成九十六萬一百一十元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好笑的問題 第二個好笑的問題是 你禮拜一自己講 你們清查了所有單筆四十一萬以上的支出 發現十五筆漏報 兩筆錯報 那請問便當店這一筆算什麼 因為我幫他查一下四十一萬以上的 也才一百五十八筆而已 便當店這一筆有沒有超過四十一萬 有啊 沒查到 那請問這一筆算什麼 這一筆算是當作沒看到的嗎 奇怪怎麼沒查到的 又被發現了 還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的那一種 所以你根本在鬼扯嘛 你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都沒有經過大腦 好現在趕快拉賴清德出來救援 怎麼樣有的沒的 好 問題是 就是有四叉貓這種晚上睡不著覺的人 一大早去吃便當 你說賴清德跟蔡英文也有去這一家便當店買過便當啊 他們也申報過類似的啊 人家有吃掉九十六萬的便當啊 而且因為那家店的位置就在錦南路二段 所以因為他民眾黨中的黨部其實就要醒悟 當然其實民進黨黨部也不遠 有時候開會叫便當會叫那一家的 那一家便當其實他現在是不是這個素食店 因為他是同一個店面 好 那不管怎麼樣 賴清德 蔡英文他們第一個 人家沒有報九十幾萬 第二個 來舉近例給大家看那個收據 很有意思 那個是免用發票的收據 他的買售人不是用手寫的 是蓋章的 這邊都是你自己填的 只有他就是一個免用統一發票章給你而已 這種收據我們大概有拿過的人都知道 自己填金額 通常老闆會幫你把金額填好 然後其他因為他有時候做生意忙 尤其便當店有時候很忙 好 其他你蓋一下 你的統編你蓋一下 公司名聲你蓋一下 大概就是這種情況 因為不會有人把那個章 那個是科好的章 帶去便當店說老闆幫我開收據 印章幫我蓋一下 應該沒有人這麼無聊吧 好吧 你說你拿回去蓋 那我覺得也沒什麼 問題是你們的帳 為什麼會搞到這麼離譜 而且昨天檢察官的交保 其實戳穿了一個天大的謊言 就這不是只有會計師的問題 如果只有會計師的問題 為什麼昨天四個被告三個交保 有兩個是柯禁總的人 李文娟跟這個何愛玲 另外端木正的助理 這個陳姓助理 他是無保請回 雖然他也是被告身份 但是他無保請回 那如果說都是會計師的問題 那為什麼禁總的人要被交保 所以顯然禁總這個帳 有很大的問題 我現在想問的是 李文娟跟何愛玲昨天兩個 一個150萬一個50萬交保 是因為政治獻金的帳 還是木可公私的帳 因為我一直在強調一件事 木可才是這個案子的破口 這個案子最後會不會牽扯到柯文哲 木可公私的帳才是關鍵 因為憑良心講 如果只是政治獻金這種登載不實 大概很難扯到候選人 當然監察院罰款是罰柯文哲 但是法律上責任未必會扯到柯文哲 因為我也同意總統候選人 不會去看這麼細的帳 但是如果木可公私的帳 有問題的時候 柯文哲就一定逃不掉 雖然你在名義上 跟木可公私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我覺得檢察官 大概也不會相信 你跟木可公私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昨天這個案情 很有意思 也就是說 而且包含今天戴力人 今天記者問他說 你有沒有後悔認識柯文哲 之類的話 戴力人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錯人 還是眼睛不好 大家現在都看錯人了 對 這句話其實我覺得蠻精準的 我簡單補充一下就好 是 我跟你講網友跟連友 非常有才 為什麼呢 我有一位核信網友 他馬上寫了 昨天存款960塊 今天存款110塊 明天就可以買一張台積電了 那他就會我約趙哥了 謝謝 懂了嗎 懂了嗎 根據民眾黨 你如果要加入民眾黨 明天就買一張台積電了 懂了嗎 打臉你陳志涵的 叫做你老公徐甫啦 你們民眾黨一本爛帳 連夫妻兩個人都認要子 都可以搞錯 連你們都可以搞錯 你怪什麼會計師啊